立法院女政委員在早上審查 合議在疫苗控制委員會計動的案例 仍然在合議在組織里面的雙眼高校 退拜起立法院批准 國民黨立委王舟宣 正在下門里面的說 總統蔡英文應該做的 農曼台上線 在這三條線 變成一條法題 那麼說到統計的議員 譬如認證國民黨立委 現時不向中規計動 最明顯警告大合遺孫改動七三 其他會想不想 存在想不想要等合議費 也跟總安報告告後能來討論 初次告後條例正式上半年 合議費主義理運的 基督立法院今行傳安報告 外界當中立委 本民黨立委 統計了利用以1600萬元的遺孫 國民黨立委王舟宣 在問合議費 完用的隨行 總統蔡英文的 農曼台參選政策家 三個月夠差 那三條線到底你們主要線是在哪裡 你總該有一個計劃 那麼台山線它不是三條線 就是台山線 不是台山線的主要的客戶 對啊 就是這條路上嗎 對 它沿線都是客戶 從桃園輪環 到台中的東四石缸 它其實這條線叫做台山線 韓國Q年盛查 哈比非一百空運年度 中醫生加哈 因爭雅東院 和你認真報告年書 韓國統合你年四年公台 本年東起的三千萬元 潤發高誘取戰醫生 每個利費自尊的終點 比雲電話說 為何好感到 網友的相加條件 來靠韓英認真 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說 未來它能夠當作一種證件 那麼既然是證件的話 它在很多的領域呢 都可以有一些方便性 所謂方便性 比如說包括加分 或者是說就職方面 有一些有利的一個利益 第一名醫生三十幾個團 並走蔡雅東的國民黨立委 非常主動 接受購買股反應反對 因為民進黨 市家主委統計進去醫生的營運 竟然不肯做情結動 民進黨立委會 最近出來說話 不能講說 今天凍結預算討論預算 就是說客家文化不能傳承 但我覺得 我剛剛仔細算了 我請他們算一下 第四幕 一口氣 去年 被民進黨的委員 凍結一億一千兩百萬 一口氣凍結這麼多 那民進黨當時就不注重 客家文化傳承嗎 我剛剛這樣 因為新的民意也產生了 我零新的政府也上任了 我認為其實應該 就是盡量 除非有很大的爭議性 不過我認為是應該讓新政府 放手來做 人民給新政府的時間並不多了 認真國民黨立委不滿 這不曾跟他 醫生不明進黨立委 以他一種的基下英雲 討論一次某公司 成為他共同 警告大家 被發現女政VMV 跟他相接種其中七少醫生 南外三上 甘甘甘的七千萬元醫生 在外甘哈啡啡 進行轉彎報告公開 將來討論接種 下期新聞作出品正中 對保託